這個是新增表單 那我們接著 剛剛是新增這個地方 那特別注意 其實他這個地方的這個表單有沒有 實際上是 Echo 單引號 這邊單引號 也就是說這個表單怎麼樣 他是動態的丟出來的 動態的 也就是說 他是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表單語法不熟的話 你可以先在哪裡呢 現在 開一個新的HTML網頁 先把這個表單做出來 再把它放到PHP裡面 所以你可以分階段喔 那因為我們實踐關係沒辦法 按部就搬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特別注意他一個Echo 單引號 實際上這個是 我們另外做出來之後 再把它搬進來的 搬到這裡面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其他我想應該 L14如果有資料的話 就把這些資料抓出來 抓出來 如果是空的話就丟一個Nur給他 其他好像就比較沒有問題 另外就是說 InsertInto 這個前面有個前導字元 這個前導字元不是單引號 這個前導字元呢 就是你欄位名稱 或者資料表名稱喔 不是單引號 而是什麼呢 而是一個前導字元 就是在 Escape的下面 Escape下面這邊有個前導字元 當然你有兩種選擇啦 你也可以選擇 要不就是全加 要不就全部不加 所以你也可以怎麼樣 像我這邊是全加 下面是全部不加 兩個結果其實都一樣 比如說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全部都不加 那 這個地方的話說明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蠻細心的 有注意到這一點 這個前導字元 OK這個 一個叫 這個前導字元 OK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再來就刪除跟修改 所以呢如果你 假如要修改或者刪除的話 其實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就是那個旁邊有個按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比如說我今天要修改好了 那修改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 把這個電話號碼 好這邊把它改成 1111 好 那當你按下修改的時候呢 他會做什麼 他應該會抓這個key 用這個key去修改 他現在裡面的電話號碼 所以這邊有個修改 那你會發現這個修改 就是當我 錶單啟動的時候 會塞到哪裡呢 塞到功能的 這一個欄位裡面 修改跟刪除 所以這個是固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的話 這裡面的話會是一個文字欄位 那第一個我想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出來 當我 按下那個 他一定也是 其實應該是slate 是把它所有slate出來 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一樣是 取得那個id 不過id預設 進來的時候是沒有的 所以 如果id id等於沒有 或者id等於 nure nure 就等於 這個 那就 這邊是 這邊是還沒有處理刪除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中間會有個表格 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部分的話呢 他做什麼事情 就是這件事 只是怎麼樣呢 把我們的 要刪除這個表格 要刪除這個表格給秀出來 而已這件事情 那怎麼樣把表格給秀出來呢 跟剛剛查詢很像 也就是幫我把資料查出來 所以第一個 像這個表格如果你不會做 通常會這樣 你先怎麼樣 用dreamweaver把這個表格先做出來 再慢慢的研究 哪一些是你要塞資料的位置 你再去 去把它塞一個變數進去 再把它貼到那個php裡面 不然你說你一次要從頭寫到尾 那真的是強人的 好 我相信一定會有啦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 有些朋友 真是天才 腦袋裡面不知道裝什麼 全部都把它記起來了 而且一直彈彈彈彈 我想說 要我不會啦 我是會先用 方法先產生一個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貼過來的人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也許我的腦袋空間 可以去記別東西 比較好 記這些東西 這個 感覺那個 那記不完的東西 你不要光這些 等一下後面我們還會講到那個 那個 JQMOBA裡面 那個語法更多 那也是一堆東西 而且標籤的名稱又不一樣 那你怎麼辦 你有那麼多腦袋記 而且你 剛剛才講過像 PHP ASP JSP 如果你每個都用腦袋記的話 你怎麼可能記得那麼多 所以要記什麼 記重點就好了 記方法 兩邊 比如說一樣的東西就不用記了 如果說 他們這麼多的動態 在 技術 一樣的你就大概說 其實我的理解就是說 我用過其中一種之後 我用第二種 我就用 他們兩個一樣的地方 再去看他有什麼地方不同 我就去了解他哪些地方不同 哪些是他的強項 哪些他弱項 如果你是這樣去理解的話 你很快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他們差異 而不是說 學習 又從頭來一次 哇塞 那真的是 永遠 學不完 所以會 為什麼有人會永遠 感覺好像永遠 學不完東西 那如果你懂得用方法 其實學東西是很快速的 OK 所以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就是要用方法 所以這個表格 你可以先用 Dream River 先把它跑出來 然後再把它移過 裡面的話有哪一些 是需要變更的 第一個 上面的Table 到 這個地方應該是 靜態的 下面的部分是動態的 有沒有跟剛剛Slay一樣 裡面的話這個欄位 跟後面兩個按鈕也是動態要產生的 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你腦袋裡面要有個概念 你查詢完的那個東西 可以拿來改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 第一個我們這個表格 那他上面的話是會起一個什麼 Table的Budel 然後呢 他的背後的顏色 就這個 CCFF 就這個顏色 什麼顏色呢 淺藍色 你如果不喜歡的話 自己再去查一個顏色 這個是RGB的顏色 然後TR TR就起這一列 那這一列什麼 編號 寬度的話 50 那你會發現他這個都絕對的位置 絕對的那個寬度 所以 做出來的話 就會他會 旁邊會不會自動幫你縮放 然後大概就是會有這些 然後最後再結束一個TR 你會發現喔 最後呢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單引號 然後結束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Echo到這邊為止 他就會幫我把上面這一列給輸出了 那下面這個部分是動態的 所以動態去哪邊抓 要先到 MySQL裡面去抓 抓什麼 抓現在在 資料庫裡面 的那個Data資料表 這些欄位裡面有放了幾筆記錄 那現在我裡面是放 7筆記錄 所以 所有front data 然後去做什麼 反正就是 去幫我連線 連線應該上面應該有寫 這個是 SQL語法 上面已經有寫那個 連線了 那你寫在這裡 跟寫在這裡 結果是一樣的 因為可能上面 跟下面都會用到 所以你記得要寫的位置 然後查出來 幾筆 這個一模一樣 然後呢 這個地方 For i 等於1 然後呢 小於等於幾筆 這個Lamber 就剛剛一模一樣 有沒有有印象 然後 一直往下 先抓第一筆 然後呢 把資料丟丟丟丟丟 丟完之後的話呢 再怎麼樣呢 再把這些資料 丟到這邊來 先丟一筆 那特別注意 底下這個格子 這個 這個要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我們只要做出一個就好了 後面其實都是自動 跟著上面一樣的 所以這邊記得 一個編號 把那個ID放進來 然後 姓名的地方 外面要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文字欄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最後有兩個按鈕 那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這邊 Echo 一個 TR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後面有個phone 我們是用 表單的方式 為什麼要表單呢 因為呢 我按 我按 編輯 或者是 刪除 都必須要藉由一個表單 他才能夠送出喔 所以特別注意 一定要是表單 開頭 那表單的結束在哪裡 表單的結束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 他這一列喔 基本上就是一個表單 一個表單一個表單的 所以基本上這邊喔 有七列 所以會有七個表單 這樣是一個表單 一個兩個表單 裡面的話呢 分別放 他的文字欄位 把資料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這邊有兩個按鈕 所以怎麼做呢 底下的話 有 五欄的資料 然後呢 我們就分別 把那個 起一個表單 然後再把 把編號放進去 接下來的話呢 放什麼呢 放那個 Input Type 然後這邊的話呢 他的 第二個是放他的什麼 姓名 把姓名的資料 就是從Value 有沒有特別注意 Value裡面呢 把剛剛抓到的那個值 有沒有 從第一列的資料庫裡面的值 抓到之後 再丟到這邊來 然後Size等於8 然後一個一個都把我丟進去 最後的話 Summit呢 裡面有兩個按鈕 所以Summit 1是修改 Summit 2的話是 刪除 特別注意 將來怎麼判斷說到底是 修改 還是刪除 其實 理論上最好是把這 這兩個功能分成 兩個PHP 不過你把它放一起的話 那將來 透過他按下這個按鈕 傳遞過來的Value 來判斷說到底是修改 還是刪除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 把一比一比一比的 全部都通通都做出來之後 然後結束一個table 然後就跳離 再來就是等他有沒有做下一個動作了 好 那反之的話呢 如果他已經 已經按下一個那個編輯的按 編輯 或者是刪除的話 接下來 Else Else裡面做什麼呢 取得一樣取得什麼 取得那個丟過來東西 那總共會有 NTAE NTAE 你講說 NTAE是什麼 其實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名稱 我Name 說寫叫N 我 TA 就是 Tail 電話 然後 A E 那也就是說 總共是 姓名 電話 地址 Email 分別用簡稱好了 丟過來之後的話 我就用這個方式去接 所以會接到四個 四個變數 不包含編號 然後做什麼呢 去判斷說 到底裡面是什麼 如果這個三命裡面的是修改的話 那我就是 執行修改 所以這邊一副 三命等於修改的話 那我就是 去update 有沒有 Data裡面的 Set name Name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會有 由誰去決定 他的那個 到底是修改的IB 那我們這邊因為ID裡面有放了一個值 所以呢 我就知道他點下去的時候 是修改哪個ID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會員修改完成 反之就刪除 那刪除比較簡單 就是 Delete from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有關鍵就是 修改就是update 哪一個table set 還要set哪一個 會有哪一個ID 那delete是 delete from 哪一個table 還是一樣會有ID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會有ID 會怎麼樣 他會把所有的資料全部清空 delete 那就所有資料都不見了 OK 反之的話就是不正常的操作 有錯誤的話 再來最後顯示出他到底是 修改完成還是刪除完成 最後就結束掉了 所以最後再把這個 動作demo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這邊改11 按修改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回列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改 有改了 這邊改 8888 這樣 再一次 修改 再回來 這邊改了 如果這一筆刪除 按下這一筆 這一筆就刪除了 所以他會根據什麼 你是哪一個ID 比如這一筆刪除 刪除 回列表 第五的那個就刪除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個當然以後最好你可以分兩頁 一個修改一個刪除 這樣會 比較好維護 不過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功能就很完備 以後 你要做 把這個做延伸 進銷唇系統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啊 進銷唇不就是新增 新增什麼訂單嘛 然後呢 自動去編號 編號當然如果有特殊規則 你自己再去變一下 然後呢 哪一個業務人員 或者哪一個客戶 對應一下 自己去客戶清單裡面 去抓他的地址啊 電話啊 等等的 再去跟他做聯繫 諸如此類的 其實 要做一個簡單的一些 進銷唇的應用 或者是其他應用都沒有問題 最好 最棒的地方就是 以後 可以做個網頁版 也可以做個手機版 對 如果業務人員在外面 跑業務的時候 他就拿出來 我們 我們那個倉庫裡面呢 還有沒有哪些東西 庫存多少 如果他可以 及時查到的話 我相信應該 會有很多業務會很開心的 因為很多還要打電話回去 還要問一下 哪個小姐 那個小姐如果突然不在 那還要問誰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感覺就很 感覺就不太好了 如果你拿出手機 然後跟客戶講說 我看一下 這是我們家做的那個App 你點一下 馬上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我這個感覺就完全不同了 那個Fusion的感覺 而且成交的機會就很大 好沒問題 馬上可以 對不對 這個其實很多做生意的那種 那種小細節 馬上可以展現出來 好那這裡的話 想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為什麼特別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在 MySQL的這個 這個部分 講的 特別多 因為他就是關鍵 如果你這個地方能夠 掌握得很好的話 以後 無論什麼樣的 資料 你要把它放上網 放上雲端 放在手機App上面 都 很輕而易舉 真的沒有那麼複雜 會複雜的是因為 你可能加了太多東西了 或者是你把很多東西都堆在一起 你其實可以拆開來看的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沒有辦法 再幫各位拆開來 我只是大概提一下 表單你就是表單 那只是因為 我們 時間關係沒有辦法先把表單做好 再幫你把它放進來 實際上我是 額外做一個表單 再把它放過來的 所以 當然是有高手可以直接 把表單打出來 不過我覺得太辛苦了 即便你有那個腦力 你也不需要一直挑戰自己的極限 反正 有工具 就用工具來做一下就好了 至少省力吧 真的 功欲善其事 真的要必先利其器 有好工具 真的你的工作就會很愉快 沒有好的工具 用起來就是很憋 所以我也當然會比較一下那個 Visual Studio跟這個差異 Visual Studio 真的就是 什麼都幫你準備好了 元件各方面都已經幫你自動化 但是問題 沒辦法 那種享受是要付費的 對不對 所以你會想說 為什麼那個 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 那你多付一點錢好了 然後 那 大部分都 又牙口無緣 對不對 所以 沒有那種 你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我好像現在的趨勢就這樣 我要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我希望便宜一點 對不對 這種風氣 我每次都覺得 這種東西 這種是相互相矛盾的 那當然 我有強調過就是因為我們這些工具 他都沒有收你半毛錢 所以他會有一些不方便 那當然你可能要見諒一下 所以你就是要懂得怎麼樣 反正 懂得 把現有的資源集中在一起 然後好好的去 針對像MySQL 去把它熟練 那下一階段的課程 我覺得你們 就會更為得心應手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範例 徹底 了解 然後呢 建議 你也把那個 會員管理 改成 其他的吧 比如說你們常用的什麼 一些進銷唇的 管理 也可以 然後 反正看你要管理什麼東西 管理 這個 產品 管理 客戶 管理 那個業績 業務人員銷售狀況 或者是說其他的人事管理 或者是倉管管理 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自己在 那 用來用去 大概都 一定 不脫那個查詢新增修改刪除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好 好 好